不为寒流 陈佩琪当起丈夫分身 配党籍立委候选人林永宜 三重扫街败跳 但近期新竹农地争议延烧 可我则推说 不管是土地还是报税 都是老婆在管 我是知道说 有一家公司每年都有报税 有报八万三的那个 那我看一看我也不晓得那个什么 只是猜一猜搞不好跟那个有关 我还特别为了这个事情 跟医院请了一整天的讲 可能就是我到礼拜一 银行结束上班前 我一定会去把它处理完 农历一次逃漏税 陈佩琪强调 这三万块的税金 周一就会补缴 租金收入也全数捐给 新竹市社会局 他在什么签约啊什么 那个大概他完全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没有人在跟我讲 婆婆在聊天的时候 有讲过这种事情而已 但是后续就是 所谓的不知道 应该是说他后续没有在关心 所以我相信他是知道的 只是说他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 夫妻一口同声喊冤 对这块地没看过 没去过 只是现在地下却挖出 营建废弃物 更被爆出2020年时 曾经有重新整地 这些也难道都不知情 我也从来没有去过 就我所知好像当年买来的时候 就已经铺粉凝土了 所以里面有什么东西 也是在2008年以前 要讲的人就要出来 拿证据出来 不要随便讲一讲 庆祝棒球场有问题 那现在市长是高宏安 高宏安当然只要追究说 当初到底是谁 偷得来做这个棒球场的地基的人 陈慧琪把责任的球 抛给高宏安 客观者的山东及西 又酸赖清德 不拆老家为鉴 我是不晓得赖清德在惊什么 那个该猜就猜嘛 从那个刑事风格就知道 这个以后一定被独裁者 尽管已经事后补救 但客家对于农地争议 时间续说法矛盾 到底是不是逃漏税 恐怕还得对外 说明清楚 继续文革见凌晨